這就是山齊斯爭奪戰的Part 2 不知道會否真的做過系列出來 就看看這件事發酵得多久 突然之間有最新的消息 所以我要立刻跟大家跟進 最新的消息就是 由於曼聯不斷提高對山齊斯的報價 曼城就覺得不太值得 加上又發現耶穌的健康恢復得理想 所以現在就打算退出這一場的爭奪戰 不過事實上究竟是怎樣 我們都還不知道 就算BBC的記者怎樣說也好 我們都需要等到最後的結果出來才有定案 而且阿仙奴也很有可能要等到這個東窗 在關閉之前簽到山齊斯的替代品 才肯放他走的 所以這一場的戰爭可能還會存在著變數 甚至可能要維持一段時間 由於曼聯突然之間參與了這一場山齊斯爭奪戰 所以受到各界的關注 阿仙奴的名宿基昂他就說 阿仙奴不希望把山齊斯賣去曼聯 不單止是因為雲家和摩連奴多年的敵對關係 而且這樣賣了山齊斯給曼聯 就會增強了阿仙奴的直接競爭對手曼聯的實力 所以將山齊斯送去曼聯是最好的選擇 這個多或少也很可能是阿仙奴其中一個要考慮的角度 而我一直以來為大家講解了很多角度 就是關於曼聯和曼城為何需要山齊斯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站在山齊斯的角度出發 其實山齊斯自己的想法也是整件事的關鍵 事關他的合約差不多結束了 合約越短的人理論上話事權就越大 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山齊斯自己又有什麼想法 首先我們要很清楚山齊斯的心態和現在的局面 才可以為他作出最佳的選擇 究竟他為什麼要離開阿仙奴呢 除了因為教練有問題 戰術有問題和隊友有問題之外 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冠軍 是沒有給足總盃更加大的冠軍可以落到袋 大家都知道的了 山齊斯現在已經接近去到高峰期的尾聲 這一兩年如果拿不到重要賽事的冠軍的話 很明顯下一個機會就要坐後備 看著那幫年輕人去拿冠軍 或者自己去做教練了 所以這一段很少的黃金時間 就僅是要去一隊可以拿到大型冠軍的球隊 所以進攻體系是怎麼樣 踢得開不開心 是重要 但是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拿不拿到冠軍 那萬城現在呢 其實差不多拿到英肖了 那是不是就這樣去萬城就搞定呢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那我想不只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拿的是聯賽冠軍 聯賽冠軍來說 山齊斯雖然沒拿過英肖 但是都叫拿過西甲 也都拿過世界冠軍球會杯歐洲超級杯 只不過就是還沒拿過歐洲聯賽冠軍杯的冠軍 大爾仔杯一向都是任何球員的終極美夢 我亦都不相信山齊斯不會心動 所以其實他選擇的球隊 就一定要是有機會爭奪到歐聯冠軍的 那講到歐聯冠軍的角度 在曼聯和曼城之間 又真是有得鬥的 雖然曼聯不會主攻 聯賽沒有希望 但是講到杯賽打穩手反擊 一向都是摩連盧的首本名曲來的 而摩連盧和光頭佬哥迪奧納 在歐聯也都是有風光的歷史 只看排面是不相伯仲的 我們一齊要分析一下 看看這兩隊球在歐聯上的實力 有沒有一些輕微的差距 講到今年17-18的歐聯機會 其實兩隊球都不是非常之大機會 就算山齊斯去了曼城也好 都解決不了曼城的後防問題 這個一向都是曼城在淘汰賽上的隱憂 淘汰賽有時候是不會容許有一個半個的後防失誤 尤其是他們防守角球可以說是死穴 而曼聯呢 曼聯防守角球都好很多 但是今年最大的問題就是進攻沒有套路 就連反擊的套路都是好一半 沒有正宗的超級連結人反擊AMC 雖然現在很可能曼聯想找山齊斯去踢這個位置 不過我亦都很認同我一位網友和我的留言 他就說呢 就算雖然山齊斯有這一份的能力 但是他都不是一個正宗的超級連結人 這樣的話呢 就會和內部提升普巴去踢這個位置沒有分別 現在選擇山齊斯只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個市場上 暫時的僅有選擇 但是他絕對不是最佳的選擇 最佳的選擇是戴巴拿 沒錯我極之認同 所以今年曼聯的歐聯機會 就算買了山齊斯都好 都不是說非常之大 曼聯最接近歐聯冠軍應該是下一年 一旦買到大巴拿 加上前面的山齊斯和盧卡古 這個反擊的鐵三角都真的非常之強大 另外摩連路聽說會著手搞定 中場的box to box球員和防線的 這樣的陣容都絕對會成為下一年歐聯的大熱門 不過再數落多幾年的話 曼聯就難些了 因為這一套體力化的打法 是只可以維持到短的時間的 那曼城呢? 曼城呢? 曼城呢又剛巧的 下一季呢 是會出現對曼城來說 最接近歐聯冠軍的年份 其中一個很大的理由 是因為大衛斯說去到下一年 應該是最後的機會 是實力上面的水美的了 再拉下去呢 其實都會老的了 要贏呢 是下一季 而下一年呢 光頭佬哥迪奧 那也都會得到他滿意的陣容 他會買到個好的後衛和防守中場 那也就是說呢 曼徹斯特的鬥爭 將會伸延去到歐聯的戰場上高 那如果他們在歐聯碰頭的話呢 就不得可了了 那對於球迷來說呢 就真的很難決策 我意思不是決策哪一隊贏啊 我意思是決策 究竟他們在四強就對呢 還是去到決賽才對呢 那決賽大家都想看他們對的了 不過就只有一場球 如果想看多一場的話呢 就要四強才對好些的哦 那到時呢 就算在哪裏時間對都好呢 都一定是最強的主攻力 對著最強的反擊力哦 那講到這裏呢 刪齊市一定扯了旗 但是肯定不知道插去哪裏 究竟呢 去哪一隊好些呢 真的很難抉擇哦 那如果你是說 要成為 對中最關鍵的正選球員的話 那踢萬聯做正選機會就大很多 那不過呢 就會踢得沒那麼開心啦 或者呢 是體力化啦 容易受傷啦 太過體力化啦 現在穩守反擊的戰術呢 也都不是說經常碰到球的 那打萬城呢 又會舒服很多哦 可以開開心心做配合踢主攻 而且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那所以在這一點上面呢 又很難說可以作出選擇哦 可以說平手 來到這一刻都還未想到哦 所以我們再想一想 那究竟啊 我們剛剛幻想出來的這些警方 出現機會有幾大呢 即是萬聯收購到大巴拿的機會大些 還是萬成收購到世界級中堅的機會大些了 那這個呢 就肯定出現了一個分野了哦 萬成呢 是會容易一些完成到的任務的 世界級的中堅世界上面都有幾個 但是大巴拿世界上面呢 是只有一個 那比進你呢 都還有阿辛斯奧 但是都很難買的哦 那現在世界級來講 而且年輕買得過的 撿回他們兩個人而已 那這兩個人呢 玩下手啦 那個轉會費都接近兩億的了 那看來是難度非常之高啊 那買不到的話 其實呢都很難說去接近歐聯冠軍啊 這些呢 是世界上面僅有的頂尖 超級連結人來的 那你說啦 如果遲幾年才買這些人又行不行呢 那你會買到的 就算是買到都好 不過 哦 山齊士到時都老了 又不關他的事了 那所以呢 真是要買呢 就世界杯之後就要買到的了 那世界杯之後 買到大巴拿的這個point 曼聯究竟可不可以向山齊士作出保證呢 那看來曼城在這方面呢 就有了一些優勢了 他們呢 會容易些買到個頂尖的中堅 那去到最後啦 兩隊球 曼徹斯特雙紅的球員 即是山齊士的未來隊友來說 對於山齊士來說 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阿仙奴呢 山齊士就是有太多豬一般的隊友 那所以他要走 他踢阿仙奴的時候 永遠交球都是向著奧斯爾的而已 那究竟曼徹斯特雙紅有什麼人呢 是豬隊友來的呢 哎呀 那就慘了 就是摩連盧剛剛好貴買回來的那個盧卡古 那盧卡古到現在呢 都還未踢到這個是主攻 那你說不要緊的 目標是歐聯 不是踢主攻 踢穩手反擊而已 那踢穩手反擊是盧卡古強項 那這個我同意 但是盧卡古現在是踢穩手反擊打什麼賽事 歐聯要拿冠軍要打什麼賽事 決賽 決賽是什麼賽事 是大型的賽事 盧卡古踢大型的賽事能力有多少呢 盧卡古季初不斷在英超入球 但是對的球隊是弱隊 去到大戰了 出事的 歐洲超級杯對王家馬德里近門炒飛機 曼徹斯特打給近門塞機 還有還要後面送大禮書都還因為他 技術實力可以提升 但是處理壓力的能力 不知道可不可以提升的 不過幸好 曼城的球員 都叫做未踢過什麼大賽 都還未可以保證到他們有處理壓力的能力 而且耶穌是經常會受傷 不過 最有趣的地方出現 山齊斯 他會覺得去曼城的話 去取代耶穌 耶穌受傷 我踢他的正選位 而山齊斯又絕對覺得自己 是可以踢大賽去到決賽 臨一腳會入球的 他認為他自己是可以的 一定是這樣想的 而且 現在是在講山齊斯的心態 所以這些這麼有趣 微妙的心理問題 是一定要計算在內的 好了 但是反過來 如果去曼聯的話 拍檔就一定會變成盧卡古 山齊斯是沒有可能取代盧卡古的 因為踢這個反擊 有個先天的問題 就一定要出這個4-3-1-2 或者就是3-4-1-2 怎樣都是 前面是一個叫做倒三角形 前面有兩個前鋒 所以最有趣的地方就出現了 去曼聯的話 是沒有辦法避免 你旁邊是有個盧卡古的 盧卡古就很可能會成為 這一次山齊斯 在抉擇上面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而近期以盧卡古的表現來看 山齊斯又真的很可能會對他 有一個非常之差的印象 相對來說 曼城最豬的隊友就是史達寧 但是史達寧都已經初步被光頭佬搞定了 亦可想而知 幫倒豬隊友變成叻叻豬的能力這方面 光頭佬就既勝一籌 怪不知得了 前二次的球員舒活 亦都公開表示了一個想法 他就說他最終認為這個轉會的結果 是會取決於山齊斯他本人的 他認為山齊斯選擇曼聯的可能性並不大 作為進攻球員 你的才華可不可以在球隊裏面充分發揮呢 就是進攻球員最會考慮的問題 他就認為無論曼聯開出什麼條件都好 山齊斯都是會選擇去哥迪奧娜的曼城那裡 因為他認為在曼城可以和出眾的進攻球員合作 進攻來說 山齊斯會得到充足的自由度 以及會享受這一種的足球系統 曼城的打法和風格就是會吸引到山齊斯 如果這個1月他有機會加盟曼城的話 山齊斯就會去曼城 如果曼城是希望山齊斯夏天約滿才加盟 他就認為這個山齊斯就會拒絕曼聯的邀請 留在阿仙奴直到合約期滿才免費轉換去曼城 是不會放棄加盟心儀的球隊曼城 而茂茂然一月轉頭曼聯這樣說的 看來他也是有他的point在那裡 所以曼城現在說退出 最新的消息說退出 可能只不過是假象 曼城只不過是有信心 山齊斯不會選擇曼聯 去到那一刻山齊斯和曼聯去埋牙的時候 未必會達成協議 那麼轉換了之後 曼城再給一個便宜一點的轉換上 一月可以有機會達成 甚至真是屈到你 阿仙奴一毛錢都收不到 好 等到曼城去到夏天才加盟 是免費加盟 那曼城都是說下一年的歐聯機會才是最大 那山齊斯如果真是為根充足的話 他等又不出奇的 結果去到最後山齊斯就會去到曼城 但是如果真是等到夏天才去轉換會的話 阿仙奴就會沒有錢收 而且今季如下下來的賽事 依然是在用一個想走的人 對於阿仙奴在歐霸的成績 又未必是一件好事 歐霸的成績是絕對影響 阿仙奴下一年的前途 沒有歐霸冠軍 聯賽又沒有前四 沒有歐聯機會 連續兩年都沒有歐聯的話 阿仙奴就真的會慢慢 在歐洲最高水準的比賽舞台中消失了 好了 那這裏就是山齊斯爭霸戰的part 2 不知道還有沒有 還有的話 我立刻和大家繼續跟進下去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滴 也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有廣告 插進我的影片那裏的話 你播完廣告就可以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